去 二姐 姐啊 你可真是我亲姐啊 这下知道谁疼你了吧 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 走 进去 走 二姐啊 把我捞出来 花不少钱吧 我的钱倒没什么 倒是苗永林和牛震 他们也帮了嘛 这人情 你想着帮我 我弄着他们嘛 萨拉 警察都跟你说什么了 我都在警察你还不知道吗 就头一礼拜还问问我们 后来就不搭理我们了 就关着我们 那有没有人出面指认你呢 哼 指认我 谁敢啊 我往这一站 他们正眼也不好看过 我现在里面碰见一个人 他说 他说姓陈 从北京来的 这人以前还听说过我 他怎么知道你的 说是我一个小兄弟告诉他的 他还问了火车上的事 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 不知道啊 我这感觉这事儿 他妈得有点巧啊 我这感觉这事儿 我这感觉这事儿啊 问题就在这儿啊 所以这事儿啊 不能随随被人的趟随过去 你说呢 你说呢 我明白 这样我 我带几个人 把他绑过来 当面问清楚 别完了吗 你学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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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军啊 刚知道的消息 围国警察把珠三给放了 这么快 我们还是慢了一步 我知道了 对了 珠三都放了 这清二丽在里边 也没多大意义了 你跟俄罗斯方便联系一下 把清二丽放出来吧 好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他妈闭嘴 谁 飞走了吗 出来了 三公 出来了 你们 谁人 要坏山 是 站住 追上 站住 让开 快 赶紧下去 山水回放 儿立们延迟了 快 儿立们 是 快快快快 走 三哥 玩儿 真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打警察 你不是打警察了吗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啊 我怎么知道啊 看不出来你想的挺有本事啊 无非就是朋友多呗 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晕晕 少堵墙 是这道理不是 多多年 还是要说 我自己的 想干吗 我自己的 这道理 也得不像是你 和归于人 nawet你 拿照亮儿子 你看起来 陶姨 你之前说是从老葛那儿听说的我对吗 没错 电机上老葛嘛 打给他 我听他这么说 好啊 好啊 月姐 陈队一出警察局的门就被一群人挟持走了 什么 这不正聊天呢嘛 聊到你了 说给你打个电话 你等会儿啊 三哥跟你说话 好 喂 三哥 是三哥吗 我 老葛 喂 哎 哎呦 三哥 好久不见了 莫斯科那边还好吧 老葛 你回去们咋干嘛呀 多多少钱不行啊 哎 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孝子 再说 这不家里老太太身边确实给不开人 北京那边什么情况啊 我跟你说啊 我回了小新春啊 不过这段时间 这边确实没啥事 那就好 您在那边 得多小心 我毕竟就是一小弟 没人听着我 您是大哥 得多留心 嗯 行 我知道了 就这样啊 跟老太太好 Morty 滕 军队 我们见谅啊 还没事三哥 我明白 小心使得半斤船嘛 你住哪儿 四海旅馆啊 好地方 赶紧去看你啊 欢迎 欢迎 那是 还得再委屈一下 我自己来吧 回见 三哥 再见 兄弟们 你赶紧去看 近日子 近日子 来吧 我叫你账户 账户 账户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中国人都听过那首歌 我没想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但愿从今后你我又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敢说 我是永远不会忘了 乖了呀 我老公店天都亮了 就在我的同事们焦急万分寻找我的时候 我自己回到了四海旅馆 我见到了我们想要寻找的人 但却还不能把他们绳之以法 根据俄罗斯法律 想要确定一个人有罪 必须由受害人当面对质 指认凶手 对 你没听错 当面 所以我们开始在俄罗斯 四处寻找列车大结案的受害人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政人 应该是有名的 我们在俄罗斯 根据俄罗斯 自己打开 重新的理由 根据俄罗斯 维行 毕竟 走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四个团伙的头目 分别是朱三 牛阵 苗永林 还有赵二姐 值得注意是四个团伙中 赵二姐是唯一的女性 这点很特殊 但现在呢 一提作证就都不干了 这也好理解 怕报复 趋利避害 这帮导爷怎么这么自私啊 先找个软柿子 什么意思 四个团伙里边 找个最好解决的 把证据给坐实了 让其他导爷看看 只要有个示范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同意 但是问题是 先找哪个市子呀 咱们现在刚来到莫斯科 对这边的环境都不够了解 我觉得 咱们应该先深入探索一下 同意 但是深入探索是什么意思呀 莫斯科地铁 全称为 列宁莫斯科市地铁系统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铁 深度达到了九十米 线路四通八达 甚至可以为四百万居民 提供暂时隐蔽长存 你就别记了 我直接告诉你不就完了吗 你别告诉我 你让我琢磨琢磨 我自己能找着 到这儿 什么这 这儿 这不是吗 这不 写着呢吗 你这是俄文啊 字母都一样 你说陈队让咱们做这些事 会不会太耽误功夫了 通过交通线路 来熟悉一座城市 是非常有利用 莫斯科这么大 哪儿记得过来啊 小子 跟我搬杠是吧你 我跟你搬什么杠我队 你听我就没毛病 你这跟我走就把顺 你听老头 你别把自己当游客啊 当成一名警察 你就能记住 走吧 你还想着急 你能买咖啥吗 喂 孔老师有女朋友吗 什么女朋友 女朋友 对象 有没有对象 没有 别闹了 那现在大学生都谈恋爱 你都毕业了 都没女朋友 什么女朋友 那喜欢人总有吧 你有吗 我当然有了 我来这之前北京刚处一个 小学老师 教音乐的 大个 方向面面 条件不错 那怎么才算有女朋友 怎么才算是女朋友 你的问题我还真能回答你 三条 头一条 就是得相互喜欢 这就不用我告诉你了 那第二条是什么呢 就是得保持联系 你见不着你就想 就闹心 老得见面 你给他得比犯人见得还得亲 对不对 三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久等了 没 宋警官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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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刚来 您坐 我介绍一下 康治国 这个是口节 你们的资料我都看过了 我叫宋林 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联络警官 知道 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 理性方面希望我们能够 宋警官是吗 你不用那么教我 我比你大两岁 你教我姐姐就行了 姐姐 那个 宋姐 这些啊 是我们搜集的这个 列车大截战劫匪的资料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 匪首是四名 而且现在就在莫斯科 这些呢只是一些从犯 而且有一些抢回国内了 我想让你跟北京方面联系一下 先给他们抓了 行 我知道了 段居已经回国了 他让我叮嘱你们 尤其是陈队 在工作的时候 要有节制 不要再惹什么麻烦了 宋姐 是 这样啊 其实我们来这儿呢 也是给公家办事 是吧 这个麻烦是谁都不想惹的 但有的时候一些意外情况呢 我们才会采取一些这个极端做法 我真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 而且这事得断据亲自来说 你什么意思啊 那她的意思是 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你们 避免麻烦 我的意思是 这事让你来转达 实际上也没什么用 陈队他不会听呢 陈队他能听我的 我到时候啊 你在莫斯科留过学吧 对 我的俄语是在国内学的 有很多地方我还一知半解 以后有机会会多向你请教的 行 没问题 就大家其实都是朋友对不对 我们呢 行 先这样吧 我还有事 你们先聊 不好意思啊 宋姐还有事 那行 那宋姐您先忙 好 来 咱们保持联系 再见啊 好吗 那慢走啊 真硬啊 孔老师 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 有想法啊 你 有什么想法 会聊天吗你 你瞎说什么呀 怎 说不对啊 你全对 我这 你是我哥 你全对 你没毛病 我也来一口吧 通路工作小组 从莫斯科发过来的情报 涉案的十七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抓获了 下一步 就是争取和俄罗斯警方的合作 通过谈判 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要提醒在莫斯科的同志 注意工作上的方式方法 千万不能引起任何的外交交付 明白 你还要有什么知识 要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 短一点 我们尽量争取两个月 好吧 我就给你们两个月 好吧 两个月我要见到煮饭 早安 二姐 找我们来什么事 说呀 就这几天北京抓了不少人 说明什么 说明国内的警察已经在查怎么了 查呗 你让他们查 有能的让他们来莫斯科抓我们 你可以说你自己 但是别伤伤我们 不要 不要怕了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要是落在警察手里 我第一个把你家勾出来 你是想死吗 我想死 你跟我摆什么谱啊 你那猪脑子迟早害死我 什么叫赚了白赚了钱 你去抢倒爷 倒爷的钱合理合法 是不是 你抢了他 他肯定报警 但是 咱们可以 找那些 违法的 和那个 丑事沾了变的那种脏钱 抢了他 他不敢靠近啊 对不对 吃了哑巴龟 抢了白抢 这不就是 赚了白赚的钱吗 有点意思 你觉得呢 我没意见 可以试试 二历 您几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倒是爷啊 我知道 我是说你们到底是卖什么东西的 前你们来的时候搂了一眼 也没背多少货呀 你觉得在莫斯科卖什么赚钱呀 犯法的都赚钱 要想到来来得快 不如上车把门踹 说的就是国猎上那帮背刀客 在这儿赚钱的还有一号 大力哥 走三连 过去一下啊 十五六个 这就注意吧 马长江 莫斯科最活跃的舌头之一 无数的中国人在他的安排下 来到了莫斯科 没法 又在他的安排下 从这里前往世界各地 那我怎么来 你去海豚和太阳那两个馆 看看吧 我不去他们那宰所 您宰别人的时候也没客气啊 行行行 那别说我 我上别的人 没事想着多去医院看看你姐 没事想着多去医院看看你姐 别见条光长个钱穿的门 我知道了 走了 宰句话 你先说好 你赢我 你赢我 你们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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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赢我 你赢我 刚才还进了个男的 胖乎乎的 戴个眼镜 个人也不高 对 穿个蓝颊 这人上哪了 你问这干吗 要订房就订房 大姐 我不订房 那什么这人啊 是我一个朋友 完了刚才马路上碰见了 你追一条街 精干棒干也没赶上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 您跟我说吧 他从后面走了 走了 那 但里面他说他要干什么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吧 也有关于他姐 这朋友怎么都没关系 你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了 我跟你说啊 他们要订房 明天十五个人 晚上十一点到 那有这么多人 要干什么呀 这两天在哪儿发财呢 这两天在哪儿发财呢 大勇哥吓我一跳你 什么发财 没发财录的呀 哪儿发财去 我这两天进还账了 不对啊 我可听说你生意做得不错 你最好别骗我 我就说什么事都瞒不过 大勇哥您这活眼睛睛 刚接了一活 也就十来个人嘛 你这活 不然让我们也参与参与 别闹了 这哪能行啊 您这不是让我 往自个范围里吐痰吗 那我以后还干不干了 你少废话 少不了你一分钱 这不是钱的事 不是 您 您怎么 瞅上偷渡这口 孙子 我告诉你 这事他一点商量都没有 要是有什么出路 我弄死他 明白了吗 明白 干嘛 你还知道来看我 我前几天忙啊 怎么样啊 你大友怎么说 还疼不疼 别提 您群王八蛋 没错 全是王八蛋 陈姐我 马上江 能不能麻烦你 跟我们出来一下 马上江 谁是马上江啊 以后再有什么消息 你也就告诉我一事 放心 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你可 你姐都成这样了 帮我们 也是帮你自己 那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 我现在就碰上一事 你说 有一个叫二姐的 你们听说过吗 她要抢我手里的偷渡客 她要抢我手里的偷渡客 喝点茶 朱三呢 通知她了吗 通知她了 你们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她是不是去 泡妞去了 那不等她了 趁早别叫那孙子 二姐 你今天叫我们来 到底什么事啊 有一批偷渡的福建人 明天到莫斯科 身上一定带了不少现金 怎么样 有什么想法 好事啊 你呢 怎么想 这事我可以干 但是有个条件 不能让猪猿残予 小林子 你怎么总跟猪猿过不去呢 反正她要是掺和进来 我就退出 他妈 她来了来了 都在呢啊 二姐 这他妈俄罗斯刷酒什么玩意儿啊 喝点就他妈上头 说什么情况 是吗 二毛 跟二姐学得怎么样 二姐挺照顾我的 这儿他们怎么了 什么事啊 偷渡的 抢啊 什么事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二姐 我先走了 二姐 我也先走了 这俩孙什么意思啊 你们之间的矛盾 问我干嘛 大乙不赢啊 找我什么事儿去 找我什么事儿去 北京又抓了好几个人 就这事儿啊 这事儿还不重要啊 老二姐啊 咱能 别老是一惊一乍的行吗 咱们在国外犯的事儿 现在人又在莫斯科 这公安管得着咱们吗 三 老四 有人从北京给我带了些国谱 红萝的 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你带点回去吧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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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 按照我的安排 马长江向二姐报信 把偷渡者落脚的地点 改成了四海旅馆 马长江和二姐约定 他把车开进四海旅馆后门的巷子 二姐在那里动手 而我通知俄罗斯警方事先埋伏 当劫匪抢劫那些偷渡客的时候 就会被当场逮捕 我听着 早晨,Valerie 这是Soon Lin 你好,Soon Lin 我可以帮你帮助吗 我刚刚收到一个报告 明天晚上 早晨晨晨晨 早晨晨晨晨晨 刘晨晨晨晨晨 我请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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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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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助你帮助吗 什么事 我叫你Valerie 我去 你继续 我现在来 听听 好 你们知道你们干个啊 上回找了一个姑娘 说黑灯下火没敲清楚 完事之后 还很绅士跟人说 谢谢 那姑娘怎么说 那姑娘说 你要发票吗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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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听三哥家错了 二哥 二哥 来来来 什么 二姐没告诉你吗 谁你说的 二毛啊 我以为昨天二姐找你救这事 干吗的 现在连二姐都问了这一套是吧 那以前在我哥面前 大气都不关传那帮玩意儿 这事都不带着我们 可真有点不地道了 你给我没心眼是吧 这样 老子 你去找二毛 你把时间和地点都打听清楚 抢劫的时候呢 咱们也去 我也在现场 我什么也不说 我就扫着他们 那些人不告诉我怎么办 什么傻子 你 会用点手段吗 会 会 来来来 喝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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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你点赞 请你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别说了 那个出什么事了 其实也没什么事 但是我真去不了 那你去不了人怎么办呀 那不这样吧 你找人把他们接回来 钱也归你了 你别别别 我就是这中间人 我不能拿大头 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你就别客气了 别别别 真不合适 真不合适 喂 中午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